善心一直是珍贵的品质,尤其是陌生人的善心,更是整个社会非常的珍贵的美德。 德云社吴合成突发脑溢血,21岁媳妇张弘毅在众筹平台上,随意输入最大限额100万寻求网友帮助。 没想到了引发了全民热议,节省愿日,该众筹平台表示,该项目一共众筹到147959元,先后有5569人参与珍贵,众筹员还未申请提现。 仅仅随意请写一个最大限额的数字100万,写一个德云社徒弟的名称,加上CT等几张照片,就获得了5000多人的捐助。 虽然没有达到100万的众筹目标,但是近15万元也是一笔不少的数字。 尤其是对于患重病的人而言,这可谓血中送炭。 可是,德云社吴赫辰和21岁媳妇,却遭到全网无数网友的骂声。 有媒体挖出吴赫辰家有两套房,一辆车,父母还有退休金。 众所周知,能拥有一套北京的住宝,十多岁北漂一族的终生梦想。 多少人遭受意外后,卖房买车,倾家当产,只为救命。 但吴赫辰一家却很有意思,方产和车辆都未曾变卖过抵押,就算现在网上众筹一百万。 真如何不让大家疑问呢? 很多网友除了关注德云社和郭德纲,也没有参与捐助之外,最大的不满,则来自于21岁媳妇的回应。 而德云社微博发声明,已经进行内付众筹和继续进行经济援助。 网友的焦点都聚小于是否应该捐款,21岁媳妇是否属于账捐。 张鸿义的回复,自愿原则谈何骗人? 两个房子都无法出售,也不能出租,因为一家人要住,车不能卖,因为未经出行很是麻烦。 这样的言论,只能免发网友一片质疑。 对于大部分网友而言,果真是力所能及的善行,很多人都会拒绝。